欢迎回到华视五间新闻 距离农历春节是越来越近了 很多的民众都开始订购一些必需用品 而现在有网友想要用购物平台的电道店取货时 却发现无法点选嘉义的扑子店 让他求救说问大家怎么一回事呢 就有疑似店员的知情者在下方回应说 其实每天都有上百箱的物流箱进到店里头 通道几乎都被占据了 客人没有取货也就没有空间再上架包裹了 所以才有爆仓的情况 没有办法再接单 购物平台免运券优惠抄袭金 统统加入购物车结账 但现在有网友却无法选择在嘉义扑子店取货 上网问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全省都有 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货量已经达到饱和的时候 它就会关闭 不过它还是继续出货 已经自从虾皮来以后 有人在底下回应并且附上一段影片 表示包仓了无法再接单 还说每天都有超过百箱物流箱 根本没有多余空间可上架包裹 拜托大家快来取货 现在整间店连要走路的空间都没有了 整条通道都是一项项货物 网友也跟着附和东西都排到外面去了 年货提早开始包仓 惨了啊 店外货物多到只剩下一个人宽度 可通行 除了店内有满满货物外 外头也摆放不少准备收回空箱 可见物流量真的惊人 而高雄这边 跟着买家脚步打开取货柜 几乎每一櫃都放置好几箱商品 收到货大概多久时间啊 一个礼拜之类的 超商也有明显感受 为了春节物流早早在店门口 放置好几个大货架 因为根据引网经验 都会出现像货物小山的惊人画面 华日新闻联网 谢玉清陈建邦 嘉宜高雄总和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